10月17号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宁波雪豆山闭幕 本届论坛以同院同行和合共生为主题 与会嘉宾围绕佛教的包容智慧 精神内涵 法脉传承 典籍结集 社会责任 文化艺术 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内涵 中道思想 平等智慧等主题 深入研讨挖掘佛教文化精髓 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佛教的智慧力量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衍爵表示 希望以论坛为平台 传承佛教慈悲智慧精神 弘扬佛教和平教义 团结世界佛教徒和一切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 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建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携手努力 论坛通过了《雪豆山宣言》 倡议坚持以界为师 勤修三学 推动佛教健康传承 开展三大语系佛教经典 思想交流互建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施佛教典籍数字化工程 丰富人类文明宝库 加强当代佛教思想与实践研究 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 推动佛教艺术创新发展 积极开展佛教友好交流 传承发展传统法仪 发挥佛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10月15号至17号举行 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 专家学者等约800人出席 论坛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26个国家和地区三个国际组织发来的66封热情养溢的贺信 论坛期间举办了主论坛 分论坛 新密地论坛 电视论坛 以及佛教文化主题展览等活动 作为您论坛期间 新密地论坛持证世坛 还有出itchen坛期间 新密地论坛 和 руб诗文化主题 新密地论坛 图文化主题 新密地论坛 和末友谷子墙的同志 新密地论坛 室元富石 新密地论坛